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来说呢就是那种让长辈没有办法接受妈妈看见要追着你打的行为 就叫做妈见打 那么今天就有小弟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两岸之间不同的妈见打行为吧 大陆妈妈妈见打行为 首先啊是来到北方之后我非常有感的两个行为 一个是不穿秋裤 俗话说的好一到冬天下大雪对不对 南方的人民啊等着这场雪啊那叫做忘穿秋水 可北方的人民呢哎因为雪下的太突然了忘穿秋裤了 作为一个精神小伙我对于穿秋裤这件事情就是 对吧像我们这种硬汉对不对像我们 very strong我们穿什么秋裤啊对不对是年轻人该看的事吗 那可不行你在北方要是不穿秋裤啊 那么对北方妈妈来说这可就是一件大事 大冬天的您就光着脚也不让穿秋裤 您就不怕得那个老寒腿呀 那么除了穿秋裤啊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感 那就是冬天在家光脚丫不穿拖鞋 你知道在岛内的时候啊我不穿拖鞋最多也就是说地板脏对吧 在北方冬天不穿拖鞋那叫做寒气从角入都是寒毒 室内你都要穿啊你要不穿啊你这腿就废了 这个真的是让我有点疑惑 因为毕竟大家知道北方冬天都是供暖的嘛 我们家又是地暖 哎这有地暖了我还要穿着拖鞋穿着袜子 不过久而久之我也就真的习惯了 我现在特别融入这个北方的文化 即便是现在已经供暖了 我睡觉呢都还是穿着秋裤穿着袜子 因为在家呢我也穿着拖鞋 哎这时候啊就要送给大家一首 听妈妈的话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啊 台湾省的妈健打行为 台湾妈妈妈健打行为 我个人呢是因为从小跟着姥姥长大 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件老健打的行为 什么样的行为呢会让我姥姥就是直接就是抄起手中的棍子啊来揍我呢 这件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吃饭掉米粒 大家知道大老爷们吃饭 有时候这一粒对吧 满桌子都是 我告诉你不掉都没事 只要这一掉 哎 我姥姥那就坐不住了 那么还有一个啊 我觉得普遍在台湾省的这个妈妈眼中一定会揍的行为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讲文明懂礼貌 哎 你比如说你现在上街了 对不对 你在街上你见到人你没打招呼 哎 一嘴巴子 你这个在地上哭着躺着 闹着要买东西 哎 直接一嘴巴子 还有这种比如说在外头 哎 跟人说话没大没小 不懂的尊重 比如说还外工人 比如说服务员 对吧 哎 你就是怎么怎么着 哎 我付钱了 我就是爷 这种行为啊 几乎80%的台湾妈妈都会直接给自己孩子来俩嘴巴子 那最后啊 咱们来分享一个 两岸妈妈看了都会直接把你吊起来打的行为 哎 您还别说这事儿还真有 敲摸声告诉您 您就试着呀 一周不收拾屋子 臭袜子堆着满床都是 然后吃过的碗啊 碟子呀 您就给放在您的书桌上啊 喝完的那个塑料瓶 哎 您就直接扔地下 您看您妈揍不揍也就完事了 那么聊到这儿啊 很多人就会觉得 森哥你说的这些简直就是被两岸的妈妈双打呀 没有这么夸张 其实两岸之间的文化同宗同源 两岸之间这个被妈妈嫌弃的点都大同小异 表现出来的是嫌弃啊 是两岸妈妈的这些对孩子们的槽点 实际上骨子里啊 要表达的是妈妈们质朴的爱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聊到这边 下次再见啦 拜拜